九百萬谷市區,德耀華麗路 , 石龍軍路 , 三平街 , 松月路 , 最旺袖緊是耀華麗路, 三皇府 , 直直到高亭戲院 , 金佛寺 , 德國 1430 米, 飛線行車寬成 20 米, 行人路有四米半寬闊。 京都最高的三棟大廈, 七層樓 ,八層樓 , 林輝先生和東湖戲院, 上一擺果出 , 說阿爺老母在東湖戲院左邊的嘉賓竹舖打過工, 附近還有一間白好糖賣涼茶, 不過淺羅涼茶和唐山涼茶不相同, 雖然大家都是黑色, 不過他真是苦道, 喝一口就已經奪得你命, 就算吞了下肚子,都由腸回甘到腸回甘。 老母說是苦口兩日丫馬, 因為淺羅太陽比唐山猛烈, 所以草藥光合作用多, 生得比較壯, 所以比唐山勁, 嘉賓竹舖的老小九叔, 生得又肥又矮。 日炸節成半道門高水煙桶在門口, 燒煙拉人吹水, 吹到口乾就光顧白好糖喝一杯涼茶, 雖在他有舖請客人, 跟手買賣給老母和我喝, 還說我們是新生下來淺羅! 驚死我們水土不服, 雙份三份感情, 現在上起都覺得拿命, 阿爺記得最高紀錄一獲過五杯。 放細片戲院有東舞台、西舞台、 粵工戲院 , 高庭戲院 , 放上海國語片, 香港粵語片, 有南星戲院 , 新中國戲院 , 新世界即是舊大金星戲院 , 天愛天戲院 , 奴溝橋戲院 和羅豆圈戲院 。 西舞台曾經放過《就船果》出國語片西雙記, 由於《就船人靚聲甜》 , 出戲的國語時代歌 又好噁好聽, 很受歡迎! 西舞台的老闆吃著一個噱頭, 立刻在票房後面, 起間西雙咖啡座, 全部請旅卡位, 賣個碑和鮮奶西餅。 阿爺在前樓其實都做影畫戲, 當時曼谷影畫戲院 的老闆, 喜歡請的老林穿著出戲服和道具, 請同志吵摘的打佬, 在夜章放映前, 好像現在的視俄樂園遊行似乎, 由戲院原耀華麗路和石龍軍路巡行回戲院 。 然後直播片, 老爺也曾經演過那些老林。 有時翻拍墨片時, 淺來不遲得唐山, 只請朝廣古老來解話, 他們請一群鬥雞, 和那些催的打佬, 好像做廣播劇般, 剩下演出現場配音給觀眾聽。 說什麼? 朝周華為主, 不過,由於京都始終是一堆崩冷的地方, 所以主要場景會提出淺落劇, 雞腸、國語和粵語, 視乎那場有什麼觀眾同情到那些鬥雞, 會說什麼? 阿爺果子都很紅的! 不過,人工其實只有一碗飯, 裏面有三四條菜, 一隻雞蛋, 三四片豬肉, 阿爺拿回去和他老母撐桌腳, 至於剛才說過那間三皇府, 是一間歐洲式兩層高建築物, 很華麗! 阿爺老母沒有事做, 夜媽媽就說要山道, 拉著阿爺逛街街, 沿著阿爺滅路向西走到盡頭, 撞鬼他! 三皇府那時附近沒有人住的! 任心恐怖! 最壞還有一對鬼死, 那麼像獅子雕像, 擺在三皇府門口, 嚇到被他嚇鬼死! 阿!